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共同学习 五部大论当中的《现观传言论》 《现观传言论》 我们前面也学过 它是直接解释《释迦牟尼佛的般若经》 如果懂得它甚深的意义 完全可以断除轮回的根本 以后不需要再转到六道轮回当中 即使你没有如理如实地通道 在我们的耳边听受这种般若的妙音 也就是说般若法的一些传承 和般若法讲课的声音 对轮回的种子也会有所损害 所以我们大家听课的过程当中 当然不信因果的人 临当别论 如果信仰因果的人 要想到 我们其他的世间当中 听一些物理化学 或者世间当中的政治 经济 贸易等等 这样的学科完全是不相同的 因为诸佛菩萨所宣说的这些金刚语 它有它的一些不共的威力 所以我本身来讲 确实也是在有生之念当中 对闻法 传法 看书 看佛法方面的时候 实际上是自己生命当中 最有意义的一种享受 根本没有想到 今天听一堂课 对我来讲这是很大的压力 今天传授一堂课 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 如果我是这样的话 可能随时都是我 一堂课也不讲 我现在是完全有自由的 原来我说过 开玩笑 如果上师在的时候 确实也是上师经常 可能是叮嘱 上师经常也会说的 法王如意宝离开以后 可能没有人说你必须穿 可能没有的 但是因为我们自己觉得 一个是对自己的一种爱好 再加上生命当中最有意义的是 在世间当中应该尽量去做 哪怕是最后的因缘 已经到了尽头之间吧 我希望在座的很多人 也是不管是你现在在学院当中也好 或者不在学院当中 我看最近网上的这些道友 也是比较稳定吧 从《现观众论》开始的时候特别多 但后来有相当一部分 我也发现他们肯定听不懂 最后自然而然就回去了 回去了以后现在有相当一部分 当然有些在家人跟学院当中的一些出家人的生活 完全不相同的 他们有很多的因处和一些被迫 但是尽可能自己对一部法通过各种方式来 就是想把它的传承也好 理解也好 圆满为好 当然我们听的过程当中 有些更极好有智慧的人 可能完全听得懂 有些不一定听得懂 但是确实有非常大的功德 我们今天所讲的那天讲了十个教授 前面证书 诗教授已经讲完了 现在讲十个教授当中 当时有一个别所难以通达的圣宝 这个圣宝就是讲二十圣器 那么二十圣器 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 实际上这个对相关众论来讲 是比较难题 难懂的一个问题 在我们学习俱世论的时候 二十圣器也算是比较难懂的 所以在藏传佛教的很多高僧大德们 造相关众论注释的时候 经常专门对二十个圣器 有专题的一些分析 专题的一些论述 前面很多大德的著作当中 都有这样的 而且这个二十个圣器 实际上它的分析方法 它的分类方法有很多很多不同 隐藏大德的一切 这些著述里面有不同的 所以我想今天根据它的颂词 将二十个圣器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这个二十个圣器 我们分为说二十个圣器 和最后的舍义 分两个方面来说 然后第一个也是可以分声闻 还有圆觉 声闻和圆觉 声闻可以分相和果 就是我们预留相和预留果 这个没有分之前的 整个相和果 两个方面来分的 那么首先第一个相 也就是说整个二十个圣器 在颂词当中有两个偈颂 颂词当中怎么讲的呢 是读顿根离根 心见之家家 意见中半生 心无心究竟 三朝王有顶 坏色贪显法 净灭即圣证 领语供二十 总共有这样的两个颂词吧 这两个颂词呢 在前辈的个别大德 包括解脱部和四字论师 以及普达巴好多论师 他们的观点都是不相同的 以前我们学的时候 每一个不同的观点 天天都是在辩论 有些说这二十个圣器的颂词当中 直接讲了十七个圣器 其他的三个圣器是间接而说的 有些颂词当中 有二十个圣器都已经讲了 有些颂词里面说十八个圣器 其他的两个圣器也间接而说的 所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但这些说法我在这里不一一地举例 总而言之 我们现在这里要是理解的是什么呢 这里二十个圣器跟居士论里面 所讲到的二十个圣器有所不同 怎么有所不同呢 居士论里面所讲到的圣器 只是小乘的阿罗汉以下的 从玉柳香一直到阿罗汉香之间 那么整个过程分为二十种 这二十种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 一些灭除烦恼和无声智慧的境界 这样一来 按照小乘的名称 人家家 天家家 下面我们讲分很多的 全部都是用小乘的名字 但是我们在这里 为什么现广传论当中 也跟居士论一模一样 名称是一样的 这个所表达的内容 所表达的圣者不相同的 我们这里一般都是圣者 也就是说从大资粮道以上 一直到十地末位之间的 这些菩萨的名称 以小乘的这些圣者的名称 来进行表示 所以说我们小乘当中的 二十个圣器 叫做能表示余圣器 然后我们这里 大乘的这些菩萨二十种 实际上是所表达的一身切 也就是说用小乘的这些名称 来说明大乘菩萨的不同层次 所以说弥勒菩萨当时用的时候 完全都是按照《居士论》里面的 这些二十个圣者的名称 其实圣者分很多很多的 但是大概世青论师 当时根据经典 要分了二十种圣器 然后这二十种圣器 实际上释迦牟尼佛的《般若经》当中 都有不同的名称 这些名称 恰好也可以对得上 二十种菩萨 我们这里所宣讲的时候 大家一方面要关注颂词 颂词当中虽然是两个偈颂 但是这两个偈颂 已经说出来了 二十种不同的小乘的圣者的名称 每一个这些圣者的名称 表示大乘当中的菩萨的名称 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 一方面如果你们对《居士论》的二十个圣器 有所非常好的了解的话 那么在这里对应起来的时候 就是对小乘的 比如说每一个圣者 他所短是什么 他所长是什么 那这些方面完全明白 然后进行对应大乘的菩萨 他也可以基本上能掌握 他部分的一些功德 我们在这个时候 也要知道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小乘当中的 很多的这些功德和特点 具不具足 大乘的这些二十种菩萨不一定 所以在大乘当中 或者一二十种圣器 多多少少 不同程度的具足小乘 二十种圣者 所具足的部分的一些相同的功德 从相同方面安利的 并不是完全是小乘是 比如说 断除了什么什么的烦恼 具足了什么什么的智慧的话 那大乘菩萨也是完全一模一样 实际上也并不是 所以我们在这里 为什么要讲二十个圣器呢 因为前面佛陀当三宝 在颂词当中讲了 最了义 最究竟的教授的所义 讲了三宝 教授所义三宝讲的时候 当时我们讲了一种圣宝 那这个圣宝实际上 广泛地了知的时候 那大乘的圣宝很多 应该是菩萨 菩萨的种类很多 所以弥勒菩萨现广转论的颂词 为什么讲二十个颂词呢 二十个圣器呢 主要讲我们皈依的三宝当中的圣宝 实际上有二十种不同的圣者 主要选择有二十种不同的菩萨 他们的名称跟小乘有点相同 但实际上这也是 其实佛陀的《般若经》当中 都有对应和记载 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 小乘的一些圣者也要了解 同时他能表示的大乘圣者 也可能是什么样的 我们尽心可以对应 首先这二十个圣器当中 好像像里面分两个 然后首先分它是相和果 果当中又分粗果和胜果 然后粗果当中 分了可能下面有两种 然后这个胜果分三种吧 我们这个布赖 依赖 还有鱼柳和布赖 依赖 鱼柳分二 依赖分一 布赖大概是分色戒和无色戒 色戒分七个可能这样分的 我记得下面我们一一地可以分析 首先他讲二十个圣器 实际上是用小乘的这些 不同的圣器的名称来 表示大乘的圣者 大乘圣者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用 首先是圣者 他分为相和果 那么这个相和果分 首先是相有两种圣者 两种圣者 一个叫这个 他颂词当中说 诸顿根尼根 诸顿根尼根 这个圣者 有一个是顿根尖 还有一个是利根尖 顿根尖 实际上是随着信心者 然后利根尖 随法者 随着这个法 按照这个小乘当中 可以有两种 那么这个第一个是 受顿根者 实际上小乘里面 受随行者和随法者有两种 顿根随行者 比如说在大乘菩萨当中 也是有这样的 有些菩萨在世间当中 他显得比较持顿 然后不断地在人当中 人类当中不断地转生 虽然他利益众生 但是他在显现当中 好像跟其他的一些 利根菩萨不相同的 所以得到菩萨果位的时候 也有随行者 其实随行者和随法者之间的 差别是非常大的 这一点我们要知道 我们有些人 经常有一种冲动的信心 我们平时说的是 感性和利性者吧 感性者当时特别特别地激动 但是他自己 没有观察的能力 经常别人说什么 马上跟着去的 那这种人可能 人格不会很稳定的 再加上他的信心 也很容易改变的 当下特别有一种激情感 但是过了以后 完全都好像水冷了一样 火灭了一样 一会儿就没有 所以这种人到了菩萨 甚至像鱼牛巷 在那个时候 他在小乘的鱼牛巷当中 也有这样的灯根者 大乘菩萨当中 也是在度化众生方面也好 出离问题方面也好 所以菩萨显得比较吃顿的 有这么一个 这是我们二十个圣戒当中的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叫利根睡法者 利根睡法者 他是通过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观察 完全是依照佛法来抉择 并不是别人所说就开始听心 他并不是随着别人随便说一下 马上跟着他 完全是凭自己的智慧来 反反复复的思维 观察之后 获得了真正的定解 小乘当中 虽然是利根 但是他也是利根睡法者 有这么一个圣者 然后在大乘菩萨当中 有些菩萨也是 他在学法的时候 完全是以一种智慧来抉择 最后自己获得了 殊胜的胜果 在其他的清净刹土 或者渡水田 在其他的一些清净刹土当中 他就可以度化众生 随意地根据自己的智慧 在娑化世界当中 哪里有度化的众生 他可以前往甚至来到娑婆世界 来实现种种的圣相 这是随法利根者 我们道友当中 有些确实 比如说 你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这个完全可以 用自己的智慧来决定 这种利根者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很多人不可能 一辈子都是靠一个老师 或者是靠一个上师 由父母来开始说你 到一定的时候 比如说 父母从小的时候开始 经常抚养你 教育你 但是你长大之后 你要自立 你长大之后 还要天天问爸爸妈妈 我现在怎么办 我今天要上班 有些不成熟的人 已经三四十岁的时候 还要天天问父母 这也没有必要的 到一定的时候 自己应该要生活这里 修行也是这样的 修行刚开始的时候 你什么法都不懂 可能你依靠上师 依靠一些法师和道友来进行指点 然后学了十年 二十年以后 还要非常非常的简单 自己基本的一些生活 又要问 我现在怎么办 我今天心里很难受 我怎么办 你说我待在这里好 还是到别的地方去 你说我修净土法好 还是我修相干状 我选择哪个办好 有些人的话 很多很多的问题 而且很多问题 自己也应该有观察 根据自己的心态 所求的法 很多事情 我到底利益众生 还是怎么样 自己应该有一种 睡法的理性的智慧 但有些人一直是成熟不了 有些人跟我说过 我永远都是小孩子 我永远都是幼儿园 那还是不合理的 你现在已经成了百发苍苍的 你还要开始读幼儿园的知识 可能不行的 哪个老师给你叫蹦蹦跳跳 你可能跳也跳不动 刚才这边有一个 头发白的老师 他是哪里来的 是吧 你是哪里来的 鬼羊 鬼羊啊 鬼羊是什么 鬼羊啊 鬼族鬼羊 什么时候来的 来参加金刚法会 参加金刚法会 金刚法会 后面可以加很多 金刚左法会 金刚五法会 金刚隔法会等等 可以加很多 你光说金刚法会 我不懂 好 开玩笑 下面就是说 顿根者和利根者 我们菩萨当中也有两种 小乘的圣果当中也有两种 它这里分在箱里面 颂词当中说 诸顿根 利根 这个分得很好的 然后下面这个果 分为出果和胜果 然后这个出果 出果在颂词当中 就是一句话的一般 奸行制 所以一般我爸佛佛 她把颂词切得比较细 所以我们到时候 我听说他老人家 他自己有时候 边讲显光转论 边赞叹自己 他说 弥勒菩萨的真正义气 我来已经宣说 像这样的论典 在古今宗外 在当前整个世界当中 都是非常罕见 有时候听说 他自己赞叹自己 所以这个也是很好的 颂词当中说 心见智 心见智二十个圣戒当中 第三个和第四个 也就是说 出果分为 一个叫做心结者 还有一个叫做见智者 这也是在小乘当中 一个是具有对无声法门 有一定的心结的 第二个在小乘当中 他是有一定的见解 见行者可以这么讲的 然后在菩萨来讲 前面的心结者 虽然他已经现前了 不想顶 这种禅顶的 但是因为这个菩萨 不具足一切三桥方面 有些真正度化众生的 一切三桥方面不具足 这样的原因 他在没有离开世间的时候 出现在这个世间当中 出现一些生死 后来也是在娑婆世界当中 不断地转生 总的来讲 这个心结者 这个菩萨 他并不是具有 特别好的三桥方面 所以在世间当中的时候 也是在度化众生的能力方面 跟其他的菩萨相比较起来 也有比较差一点吧 也可以这么讲 第四个叫见知菩萨 见知菩萨 他跟前面不相同的 一方面 他跟前面一样的 他先前无相禅顶 同时他已经具足了三桥方便 正因为他具足三桥方便 他自己也并没有特别地去 可以像一些长寿天 在天界当中待很长的时间 因为他具有三桥方便 所以他就不断地 在轮回当中利益众生 所以现在我们有些 学习佛法的道友当中 有智慧和没有智慧 很有差别的 有些没有智慧的人 自己不具足三桥方便 经常耽误很多很多 自己学佛的时间 学佛的机会 因为自己不三桥 有时候处理问题不好 有时候处理 自己安排时间不妥当 有些是搞化解人际关系 花很多时间 但是刚才我们后面的 见知者菩萨 这种菩萨 他具有三桥方便 所以他在任何一个时候 不浪费时间 他很精进地在利益众生方面 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出国 在《俱世论》当中 它跟出国 胜国 这些都有不同的 主要是它所断 所正方面有不同的 然后第二个是 胜国方面 它这里分为预留国 依赖国和不赖国 分三个方面 首先预留国 在颂词当中只有家家 这个说明了 人家家生和天家家生有两种 在《俱世论》当中也是有一般来讲 它是预留圣国的话 好像从一到五品之前的这些所断 都断了的话 预留圣国 然后像依赖圣国吧 依赖圣国好像是 从七品到八品之间都已经断了吧 然后不赖圣国的话 断除九品之间吧 我《俱世论》好像很长时间都是没有看 但是这方面它主要是预留国的话 它已经获得了剑刀 还在不断的时间当中 以赖国的话 因为它在欲界当中的 所有的烦恼当中 后面的部分没有断完 像七至八品断完的话 还有一个没有断完 所以会来一次欲界 然后不来国的话 再也不用来了 就在这方面的差别 刚才第一个是预留国这边的话 它这里分人价价生和天价价生 实际上人价价生和天价价生 人价价生是在人类当中 它不断地 至少也是两次以上转生 土生 然后过了以后 以人的身份来获得了阿罗汉国 是吧 天价价生在天界不断地转世两次 然后后来好像来到欲界 实现阿罗汉国位 大概小乘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然后我们菩萨当中 所谓的人价价生 它已经获得了四禅 四无量行 这些所有的禅顶 灯车等等 这些功德都已经得到了 这种菩萨以三架方便方法 不断地在我们人类当中 就像萨拉苏王 萨拉苏王是宿当中最好的宿 我们人当中 这些菩萨有时候变成国王相 有时候变成比较高贵的 婆罗门党 各种不同的 特别贵族 非常有威望的 像这些身份 不断地去度化众生 这叫做人价价生 所以跟小乘的这种说法 有点不同的 天价价生也是同样的 实际上这个菩萨 已经获得了四禅 四禅顶 四无量 这些所有禅顶的功夫 都已经得到了 但是这种菩萨 他首先在欲界当中 欲界当中不断地去转生 在欲界当中不断地去度生 然后去利益众生 后来就下来 一般来讲 这些菩萨利益众生的时候 天价当中 像欲界的这些天王 实际上利益众生相当方便 所以说这种添加价生 到欲天当中去转法论 去利益众生 是这样的 这个是第六个吧 然后我们这个是欲流果 欲流果分了这两个 还有这个依赖国 依赖国的颂词当中说是意见 用意见这两个字来表示 如果小乘当中 它叫做一生意见 而一生的话 只来一次就可以了 依赖国意思 然后所谓的意见 它只有九瓶烦恼当中的最后一瓶吧 大概是有一层烦恼对它开除 把这个断完了之后 它马上获得了 阿罗汉圣者的果位 所以这个叫做一见圣者 或者一生圣者 它可以这么讲的 按照大乘的菩萨 有些菩萨他虽然已经获得了 从禅定到要接近 比较相同的 佛的一些不供法等等这些功德 但是他为了世间当中 积累一些资粮 还要不断地供佛 转法论 积资粮 一直住在这个世间当中 一直还要在这里 不愿意实现成佛的有些菩萨 有些佛经当中也是讲了 释迦牟尼佛告诉文殊菩萨说 说 文殊菩萨 你还愿意待在这个世间 你还住在这里 你不愿意现前正等觉果位 这也是比如说 弥勒菩萨他也是马上要成佛 但是暂时依靠各种因缘 他还在这个世间当中 他只是最后一个 我们现在世间当中 我现在最后一场考试完了以后 我就毕业了 有这种说法吧 所以有些菩萨 他虽然其他的功德都已经圆满了 但是个别的一些 度众生也好 供佛也好 或者以其他的一些积累资粮等等 还住在世间的 这种菩萨叫做一见菩萨 也叫做一见菩萨 所以我们在圣者当中 有很多不同的差别 这叫做一见 小乘当中也是有这样的 大乘当中也有这样 叫做一见菩萨 这个是我们二十个圣妾当中 第七个 菩萨这个圣果分为 顶取舍戒和顶取无舍戒 还有此外的菩萨 分三个方面 顶取意思是舍戒的菩萨 还有无舍戒的不来果位 顶取的话 一定要去到哪里的意思 然后第一个 众得顶取舍戒 还有分别上流 分两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是 众得取舍戒的这些 从此当中说 众生般 还有心和无心 按照《小乘举世论》当中 这些圣者有一个叫做 中有涅槃 还有生般涅槃 游行涅槃和无行涅槃 总共有四种 无奈果当中 比如说 中有涅槃的话 在中有的时候 现前涅槃的 生般涅槃的话 他降生之后 很跨的时间当中 游行涅槃的话 他无有任何的轻作 就是无心的话 他没有什么轻作 游行是通过轻作 最后行持善法之后获得涅槃 无心的话 无有轻作当中吧 好像也有这样的 如果按照大乘菩萨来分的话 第一个是中有涅槃 有这么一个圣者 那么这些菩萨 实际上他先 因为这些都是要到色界去的 然后他就投生到一些 梵天世界等等 然后到了那里之后 开始不断地积累资粮 然后最后现前正等觉果位 他一般来讲 从功德非常圆满之后 直接到天界 梵天等 按照小乘的观点 大梵天 大梵天的话 没有圣者 有这种说法 然后因为那里有邪见 一切都是自己所护持的 所生的等等 但是按照大乘的话 在那里整个色界十七天都有圣者 都可以有圣者 所以他直接投生到梵天 那么这些圣者 叫做中有涅槃者 然后这个圣波涅槃 刚才讲了 小乘是很快的时间当中 涅槃了 就这样的 按照大乘的菩萨 最后有则 他就加持自己的宿命 很长很长时间延长 最后在最后有则当中 在一生当中 就像我们也可以说 像一城王子吧 一城王子虽然没有加持自己的身体 宿命延长 没有这么说 但是实际上 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最后有则 但是一城的话 他是在我们欲界当中 可能不能这样的 应该在天界当中 在色界当中 有些天子 他就成了最后有则 然后一直加持在色界 住很长时间的禅地 那最后现前成佛的 这样叫做圣般涅槃 然后第十个 叫做有心涅槃者 有心涅槃 我刚才小乘的观点已经讲了 然后按照菩萨 在这个世界当中 他的经济非常非常的努力 通过很长时间的努力 自然而然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其实菩萨当中有些是非常需要 靠自己的努力和功夫来度化众生的 有些菩萨 他不需要那么大的努力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有些上师 他想度化众生 但是很累 很辛苦的 每天都是出迷苦脸的 然后他的发愿 可能有一定的困难 因为他没有努力 就没办法了 好像现在有些企业 老板特别拼命地努力 一旦老板稍微休息一下 整个厂都垮了 整个工作就没办法了 所以老板虽然很累 但是也没办法 为了员工 为了自己的生活 一直拼命都在做 这叫做相当于有心菩萨 这些虽然你当了菩萨 但是还需要非常精进地 日日业役 业役即日地努力 所以这叫做有轻作的 他的发愿和他的度化众生和境界 还是需要有一种 勤奋努力的行为在里面 这个是这么一个菩萨 还有一个无心涅槃 这个叫做是什么呢 就是不用特别的轻作 依靠各种各样的意义 他的很多弘法内生的事业 自然而然常立的 就像以前有些佛经当中也是讲的 无热闹菩萨和海成婆罗门 海成婆罗门是 无热闹菩萨是阿弥陀佛 海成婆罗门 在佛传当中有吧 他们两个虽然可能跟其他有个别的佛 比较起来 有点勤奋 但是实际上因为他前世的发愿 比如说释迦牟尼佛 他前面发了五百个大愿 阿弥陀佛发了四十八大愿 以这样的发愿力 到后来的时候 基本上是自然而然成就的 这叫做无形涅槃 这种菩萨不用很大的轻作 所以我也经常看到 有些上师好像是 也不需要给别人吵架 也不需要天天去上班 利益众生的这些事业 自然而然 方方面面都是自然而然长久 以前上师如意宝都是经常 我去拜见的时候 好像很轻松的 很快乐的 甚至有时候显现上 只是念一些咒语也没有看 包括上师去印度的时候 当时确实也是刚刚上师如意宝的眼睛 不太好 不能看字 当时我们比较年轻 特别兴奋的时候 我就经常讲 哎呀 上师不能看书怎么办呢 今天又要讲课 但是上师一直在内 尤其是我记忆更生的 印度南方佛学院 很多坑波法师 他们的分辨念也比较重 辩论也比较厉害 但是上师在那里 从密法的一些私心地 这方面我也相信没有问题的 但是一些像《定戒暴当论》 中观方面的一些教言 要不要看看书 或者怎么样 但是上师根本不需要 不像我们有些法师 要讲一堂课的话 讲布莱斯一个小时 背课三个小时 就不需要这样的 这叫做无亲菩萨 无亲菩萨他不需要亲自 他讲课的时候就随便去讲 读众生的时候 到那里去读众生 这些众生也是给你 特别特别的恭敬 说一句话都是 由多少多少人来听课 而有亲菩萨的话 生世立即大喊大叫 怎么样说的话 下面的很多人 显现上是暂时不听话 又有这样的 所以这个是有亲菩萨和无亲菩萨之间的差别 其实现在世间的一些领导和老师 也有前世的一些因缘不同吧 有些人的工作很好做 什么事情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有些人特别累 每天都是精疲力尽 连晚上睡眠也睡不好 白天休息也不好 连走路都是有点 会不会倒下去那样 这叫做有亲可怜菩萨 不能这么说 下面这个叫做有亲和无亲涅槃 这个应该是一个 然后刚才前面还有一个 叫做分别上流分为 取舍究经和中取有定 它这里的分法 有点跟其他地方是不相同的 然后首先第一个在颂词当中 究经和善嘲这几个字 首先究经 指的是色究经天 所以像小乘当中 有些圣者直接从色究经天 到那里转生到色究经天 然后过后先前阿罗汉过位 也有这样的一些圣者 在色究经天的身份现前 我们大乘菩萨当中 也有色究经天 那么就取为色究经天 这种菩萨实际上是 在我们人间的时候 以转转轮网 以这种方式来 然后到了色究经等 其实这些有些是直接到天界 有些在我们世间当中 现前也不一定非要菩萨 我们讲小乘的时候 他跟天界有一定的关系 下面讲大乘的时候 有可能各种各样的情况 那么这种从布施 还有十三 六波罗蜜多等等 然后一直转化各种各样的形象 一直到凡普天 在这个之间 一直到色究经天之间 能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显现这样形象的 就是实现转轮网等等 这样最后实现成佛的 像这种菩萨 叫做色究经天菩萨 取之色究经菩萨吧 这么讲的 其他有些大德分的时候 比如说朝月 班朝等等 等等 这些只有色究经天 后面都是算一个的 也有这样的算法 但实际上我们这里分开的 首先 朝月是什么样呢 实际上是在小城当中 怎么朝月的呢 可能是他通过 比如说一禅 然后到四禅现前 现前之后 中间退世 中间退世以后 又再次不断地休息 恢复四禅 然后一直到色究经天之间 不断地去 他中间超越一个 他这个叫做超越吧 菩萨当中 实际上也是这样的 以前把四禅全部都已经圆满了 后来已经失去了 失去之后 后来又不断地现前 现前以后又失去了 到色究经天 然后后来来到人间 各种各样的形象来度化众生 后来实现成佛的 这个叫做超越吧 超越是这样的 然后还有班朝 班朝也是同样的 这种菩萨也是先把四禅已经圆满了 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缘 又已经退世了 退世过后 中间又现前 有现前之后 一直到凡普天 到最后只有到四九经天 他没有说到人间 来实现成佛等等 这个叫班朝 还有叫遍魔 可以整个所有的 比如说这个菩萨 先刚开始好像在度随天也好 或者清净的刹土当中 实现入定 然后在那里 死去了以后 后来实现所有的这些天界 就是色界的色界天 都不断地去各种土生 然后现前种种天相 来利益众生 所以他们总有一个特点 讲菩萨的时候 以各种生相来利益众生 转法轮 这个是他们的主要特点 这以上应该有十五个了 然后最后色界当中 最后一个叫做中网有定 这个是色界当中的最后一个 那么这个从小镇当中直接 比如说人间直接修一些禅定 然后最后直接到游定 直接到游定去 这样的 然后菩萨当中 以净聚天的一些身份 然后他就临受色界和无色界的 所有的这些禅定 就是禅定 到最后的时候 到了游定以后 就是实现各种各样的身相来利益众生 这个叫做什么呢 到中网有定 这个菩萨是这么理解的 那么这一生讲色界当中 刚才色界当中有这么多的菩萨 大概已经第十六个了 第十七个叫做 《七王五色界》在颂词当中 叫做《坏色谈》 那么这个菩萨 实际上在欲界当中修禅定 然后他就毁坏了 转生色界的因 也就是说贪欲吧 色界和欲界的所有贪欲 就把它灭掉了 灭掉之后 他直接现前 无色界的境界 然后转生到无色界 但一般来讲 有些像《如意宝藏论》这些当中说 到了无色界 很难度化众生的 但是菩萨的实现各种各样 是不可思议的原因 他们有些不愿意 在色界当中 色界完全垮掉 直接到无色界实现利益众生 也有这么一个菩萨 叫做《坏色谈》的菩萨 这个是第十七个了 第十八个 颂词当中说 先发极灭 还有圣证 这两者 十八个和十九个 那么第一个是 先发极灭 其实先发极灭的话 先发是已经见到一切法 就像小城当中 像舍利子 目犍连 像他们一样 见到了真正的无神法 在大乘菩萨当中 先发灭菩萨在一生当中 积累资粮之后 不需要转到其他的地方 自己可以现前成佛的 像大乘菩萨当中 他们经常也会举到 像一乘王子 像他那样 在一生当中现前成佛 然后生贤症 生贤症小城当中也实际上 是他先前了 灭金顶的圣者 大乘当中 这个菩萨获得了禅顶之后 他先前了一种 菩萨的极灭顶的智慧神 他这个神 不一定是肉神 所以这种菩萨 能现前击灭顶的智慧神 所以他依靠这种方式来 获得了击灭的 能远离一切习论的智慧 现前之后 以智慧神来度化 无量无边的众生 也是这样的菩萨 这是第十九个 然后第二十个 领域 颂词当中讲的领域 这个像临教一般的度觉 这个在小乘当中 大家都知道 声闻缘觉当中的 所谓的缘觉的果位 因为缘觉的果位 跟阿罗汉还是分开的 所以他按照小乘的观点 都觉他可以安立在僧众当中 阿罗汉究竟无学过 所以他设在佛宝里面 没有圣宝当中 然后阿罗汉相 他可以包括在圣宝当中 所以在这里 阿罗汉二十个圣妾当中是没有 然后度觉 他可以安立在圣宝当中 那么这是菩萨当中 也有领教与菩萨 连三宝的名称都听不到的 这些非常黑暗的 一种雾浊黑暗的 邪见遍满的 这样的众生当中 有些菩萨 依靠前世的发愿和 还有他的一些独特的能力 到那里去饶益有情 就像以前我们藏地学悦 是一个非常可怕的 野蛮的人类 在这个时候 莲花生大师 依靠他一种独特的发愿 然后来到藏地来 进行弘扬弥法 然后像菩提萨多 也就是说精明论师 那么他也是当时来到藏地 来弘扬劫法的时候 藏地基本上没有信仰 而且人也是非常刚强难化 那么他通过发愿力来度化 所以比如说有些真正的菩萨 非常黑暗 连三宝的名称都没有 像这些地方去度的话 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有些道友经常说 我要去 我的家乡没有佛法 你们能不能来 其实不一定非要请个其他人 你自己去的话 那你自己就变成了度教育菩萨了 你一个人到那里去 也许他们把你度了 刚开始的时候 你的发愿很好 想度化他们 结果久而久之 在那里待的时间越来越差了 后来可能不但没有能度他们 反而他们把你慢慢 已经有可能 但是如果发愿很殊胜的话 汉地也有这样的 真的魔法黑暗的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道友 可能心里面确实也是 学习藏传佛教 尤其是我们现在有些道友 入藏求学 入藏求学的目的 不应该是自己 我以后 就像我们现在世间人一样 现在世间人到那里去 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呢 包括我看到 国外的很多留学生 我也采访他们 我说你来这里 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我会去好好工作 你回去好好工作的目的是 我好好地给父母一种交代 我自己获得一种快乐 凡是最多是家庭和亲戚以外的话 好多人都是没有想到 我在国外学很多的知识 这种知识传递过我周围的很多人 让这些人类得到利益 让周围的其他的社会 有一些改变 好多人都没有这么想 所以我们很多道友 来到藏地来求学 也算是我前两天说了 你们实际上都是留学生 然后以后可能不管怎么样 到自己的城市里面去度化 但这个度化的时候 你看你有没有勇气 有没有发愿力 如果有了一些发愿力的话 非常普通的一个人 实际上它也会这样的 以前比如说在藏地来讲 现在拉荣佛学院也算是一个藏地 各个地方的可以说到这里来 就像汉地一个非常著名的大学的话 各个城市里面的人 到那里去开始学习 从这里毕业之后 他们大多数的人还是回到自己的家乡 在这个时候能不能改变家乡的面貌 同样的道理 不管是藏地 汉地也好 其他地方也好 我们在这里能生活多少年 能去求学多少年 能你学到多少的知识呢 有些是对自己不用怕了 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学的贸易 也并不是学的什么其他的 但是我们从智慧的生存 生活 粮食方面 应该很多人有 不用求别人这样的一种保护 这一点肯定会有的 所以我想大家以后可能很多都是 斗觉与菩萨 无依无靠 当时想问的话 可能没有什么问的 你那个时候也不需要天天找个上师 能不能给他通个电话 我现在怎么办 我很想度化众生 但是这些人一个比一个刚强难化 我很生气啊 我很想走他们 能度化吗 这样 不需要这样的 那个时候一定要有一种善巧方便 自己有善巧方便的时候 就像前辈的这些大德们 以自己独特的一种发愿力的话 我们有些道友也不一定 完全是自己获得了第一地菩萨 地菩萨的果位 但有些人自己的发愿和 自己的善巧方便 自己的为人处事 各方面比较适合的时候 这种智慧 可以能传递给很多很多的人 这也是非常需要的 现在这个世间 最后他这里设议 总共有二十个 也就是说 这个圣妾 总共有二十种 能表示的圣妾 他们的名称来说明了 所表示大乘的二十种菩萨 这些讲义当中 《俱舍论》里面的 每一个颂词如何对应的 这并不是 光是《现广传传论》里面说的 《俱舍论》当中每一个圣者 都有不同的颂词来 已经表示了 并且这个应该说是 从印度和藏地的 高僧大德们究竟的意趣 在这方面 希望道友们要进行分析 实际上二十个圣妾 比较难 但是我们根据颂词 结合起来的时候 实际上颂词当中 都有二十个圣妾的不同名称 我也觉得应该是 颂词当中有二十个圣妾的名称 否则 弥勒菩萨最后说是共二十 如果他里面的十七个是直接说的 三个是间接说的话 弥勒菩萨也不可能说是共二十吧 他说是共十七个 还有三个是间接说明 可能这样说好一点 否则 你们可能不一定有参考书吧 有很多参考书 在藏地的很多大德观点都不相同的 很多人认为 弥勒菩萨自己的颂词 里面只有十七个 十八个 十九个 但是实际上可以 总共有二十个 有各种解释方法 但我想因为颂词里面的每一个法 他说是共十个的话 确实颂词当中共有十个 然后共五个 共八个 前面不是讲教授 也说是共十个 实际上我们前面 也完全可以能受十个法了 这样之后 按照《我之丹比尼玛》 他的那种观点 确实解释颂词的时候 文字也少 我以前很早的时候 听过求求堪波 他讲一个《我之丹比尼玛》的讲言 然后他经常也提过 他说这个讲义 虽然不像藏地 像萨迦派和格鲁派都是有七八百页的 《现观庄严论》的注释 但实际上我们要懂得 它的颂词的意义 这个颂词的意义 完全是由特别少的文字来说明过 所以说这个讲义是如何如何好 也有这样的 原来刚开始的时候 我还没有来学院的时候 法王如意宝也讲过这个颂词 乌巴佛佛的讲义 当时法王可能由他的智慧 不同地分析 后来可能有个别人说 法王如意宝破乌巴佛佛的注释 法王有一次 显现有点不高兴 他说 乌巴佛佛毕竟是我得过 四行地等一些法的上师 我再怎么样也是 我不会破自己上师的观点 所以这种说法 完全是不适合实际的 但是我还是用我的智慧来 里面有些问题也进行分析过 但这个因为当时也没有录音 当时我们也想法王 当时怎么翻译的 后来我都是颂词上面 后来法王也讲过 但是注释上面前面讲的时候 我都没有赶上过 所以法王当时怎么样分析呢 不是很清楚 但法王也说了 刚开始的时候他就着重 用他的智慧来一些分析 后来有个别的道友 可能外面有些人说 法王开始破乌巴佛佛的观点 后来法王说 我这样分析的话 你们这样的说法是不太合理 那我以后不发会了 我就简单字面上解释了 后来也听说是这么说的 但这些我是听说的 有个别法王也是 在课堂上说过一些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这次希望你们学习 《现观传论》的时候 跟其他论典有点不同 应该说是比较难懂的 但是这个反反复复看的话 我看到我们这里的很多道友 应该是智慧很聪明 应该智慧还是很尖锐的 没有什么问题 只不过是长期能不能记住下来 按理来讲 你现在这样记下来的东西 再过十年 二十年的时候 你就全部不敢说 但是大多数的一些内容 如果记在心里面 那这个学法是很有必要的 否则今天讲的时候 好像很清楚 然后或者自己辅导的过程当中也很清楚 但是在过了一年 过了七年之后 好像从来没有听过法一样 这样的话是有点点可惜 但是也有办法吧 因为现在很多人在这方面 非常有兴趣 有信心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象征 今天讲到这里 曾经不是故阁的职场 你没什么事也会有第二 mij 但不忍录自己也有点问题 但都是在fr пар国的 听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